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他 天使夜未眠 我亲爱的好朋友,天天吻和你平安喜乐 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特殊状况的人相处的经历 比如说,郭董儿,自闭症,或是阿塞海默症的患者 当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你觉得特别费心的地方在哪里呢? 或者是,你觉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 有一次啊,朋友告诉我他出国旅行 在飞机上看到了一对年轻父母 带着一个大概是五岁左右的小男孩 他就看到这个孩子啊 常常从座位上跳起来 站在座位上 过了不久啊,突然呢 听到前排的乘客大叫了一声 原来孩子把他手中的玩具呢 往前扔 就扔到前面乘客的头 那时他们才飞不到两个钟头 前面还有飞过太平洋 全程有十几个钟头耶 真是长夜漫漫 他说看到孩子的父母脸上疲惫的那个卷容 心想他们一定很辛苦 可能大部分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说 哎,这爸妈怎么教的 把这孩子教成这样 后来呢,辗转的他才知道 原来这个孩子啊,有过动症 我想啊,带着孩子出门的父母啊 心里特别紧张 不知道会不会招架不住 而且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在公众的地方啊 如果别人知道问题所在 体谅的人呢 会比不体谅的人还要多 但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及时把状况告诉周边的陌生人呢 有一种小卡片 或许对这个飞机上的父母啊 会有用处 像加州的阿兹海默症协会 提供了一种小卡片 上面写着 跟我一起的是一位阿兹海默症的病友 如果他带给你任何的不方便的地方 请你原谅 如果你有兴趣多了解这个病症 请参考以下的网址 这个协会建议他们外出的时候 可以带着一小叠账的卡片 有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安静的把卡片交给附近 可能受到干扰的人 这样子也可以顾及病患的尊严 也可以提供一个倡导的机会 或许啦 那一对在飞机上的年轻父母 也可以仿效这样子一个方式 让附近周围的陌生人知道呢 他的孩子有这样一个过动症的情况 可以呢 多一点的体谅 不过呢 天天觉得啊 这个体谅呢 毕竟还是有限的啊 怎么样可以更积极的就是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知道怎么样来适应 进入这个社会的群体里面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 今天的Easy谈生活 我要来跟你分享这个有趣的新闻 在美国的密西根州 有一万六千位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童 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 政府呢 就不再有足够的资源 去帮助他们找工作 或是踏入社会 有一位爸爸 John Martin 他的女儿 罹患了自闭症 所以他对这个问题很关注 他不只是留意哦 他主动的去回应这个需要 在2014年的暑假 Martin举办了一个电影制作下令会 自己来当导演 找来了一群 也热爱电影的自闭症年轻人 一起来拍电影 除了几位助理之外 所有的演员 化妆师 道具服装设计师 负责灯光 影音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都有自闭症 有一次媒体去采访他们 他们刚好要拍摄故事里面 一个很大规模的一幕 而负责服装道具的是一位18岁的女孩 她已经呢 被开进前最后充斥的那股压力啊 搞得快抓狂了 同时间 她也需要充当剧情中一位 适应生的角色 她也是演员之一 那这个剧情呢 就是需要这个18岁的女孩 端着一个放满酒杯的盘子 在客人之间往来 但是演到一半 这女生啊 就突然把整个盘子都摔掉 所有杯子全飞出去打破了 然后她又冲进洗手间大哭 妈妈赶快跟上去说 孩子你还好吗 这女孩哭着回答说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了 每一次我看到自己做的不对 我就变得很冲动 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 她就很生气自己啊 但是她又想 哎 导演跟其他工作伙伴 还在外头等她呢 她只好把眼泪擦干 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重新出发再拍一次 啊 其实拍电影对自闭症患者来讲啊 这是一件很高难度的挑战 因为每一时每一刻 她都必须要跟很多人同事互动 分秒都可能杀出成咬金 而参与的成员 他们要平复内心的千头万绪 才有办法让这个电影拍摄呢 持续下去 曾经有一个记者问 马尽导演说 你为什么愿意这样子来投入 马尽就说 我只是希望可以装备这些年轻人 训练他们一些 无论从事哪一行都需要的基本要求 比如说上班要准时 要依照上司给你的指令完成工作 以及你要如何跟同事相处合作等等 如果没有一个真实的情景 他们不容易学到这些重要的生活技能 哇 马尽导演说的实在是很棒啊 是吗 他除了接纳 除了体谅这些罹患自闭症的青年朋友们 他也给他们提供一个环境 让他们有机会来学习 被磨练 以至于他们可以跟这个社会来接轨 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见别人的需要 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来回应这个需要呢 我想到圣经这样的鼓励我们说 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是要在信心和行为上 我认为爱呢是有行动力的 你觉得呢 今天的节目就要聊到这咯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祝福音是我们所紧抓地 岁月六十的美好回忆 是我们所珍惜 我们敬拔你生命 一生交托你的灵 永远不分离 你爱在一起 隐形成一地的祝福音 是我们所紧抓地 岁月六十的美好回忆 是我们所珍惜 我们敬拔你生命 一生交托你的灵 永远不分离 你爱在一起 在别自信 在别自信